走进位于中正公园排楼旁的信恶路访空洞 原始的岩壁透露出融融的历史氛围 蜿蜒的坑洞甚至可以通到民宅 这处70年前用来避难的场所 曾经是闲置空间 更一度被环保局清洁班队当成放置清洁用具的仓库 金融市长牛昌上任后逐步进行改造 其中位于防空通末端的电梯 更直达上方的扇行广场 让游客不用再爬排楼后方百街好汉坡 就可以轻松以此为起点 串联整个希望之秋景点 未来从这边可以四通八达到金融塔 从金融塔很快走一下子就很快到祖谷台 所以连去祖谷台也变方便 再来是大家以前要去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就在我们后面的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大家也要很辛苦甚至没停车位 大概整个社区使用 未来金融市市民在对面的新儿停车场 停完走过来也可以到这个停车场上去 然后稍微我们的所有的 这附近的所有的爬山的步道 都去做的更轻缓的 更整齐更缓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未来要去篮球场 广球场这整个都穿得出来 不过要建造这座上山电梯可不容易 金融市这方面特别采人工 找紧技术开辟 施工难度颇高 它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一个拱形 是一个已经稳定 就不开挖不着洞的时候是稳定的状态 所以你想看看 你随便一抓它就会垮下来 然后所以最后 几斤建筑师想了半天 后来自己有一天的想象是 挖井的方式 所以这是用人工挖藻的 所以人工在上面 要慢慢挖慢慢捕 慢慢挖慢慢捕 就没办法用传统的直接转 除了强化观光油气设施 配合全新建制的城市指标系统 加上周边停车场僻件 需要让游客来基隆不只是一日游城 也可以选择过夜 慢慢品尝基隆的城市魅力 未来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依据我们整个指标的系统 可以选择他想要旅游的地方 同时来基隆 他再也不是一天的旅游而已 可以说是过夜的 慢慢的品尝整个基隆的亮点 对于这一处神秘的防空洞对外开放 基隆市民也觉得很新奇 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中正公园希望之秋相关改善工程 总投资经费已经达7亿多元 未来透过完工后的基隆塔 及新二路防空洞等观光新亮点 将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基隆市游玩感受山海城串联的特色观光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